直播我们要讲到呢 盐清彪他们家 大侠镇兰宫董事长 盐清彪的三弟盐清山 肝癌不幸病逝 享年是五七四五十七岁 那您看到包括呢 前总统马英九呢 亲自到现场哀悼 那同时呢 这盐家也找来 二十多辆的Lamborghini 组成那么一支呢 这送行的车队 要风风光光 送盐清山最后一程 二十多台蓝宝金尼 七彩缤纷 一辆接一辆 要替盐清彪的三弟 盐清山送行 人生最后一程 告别是会场 上百名黑衣人致哀 排场浩大隆重 盐清山排行严家第四 人称四哥 生前饱受肝癌多年 后来癌细胞扩散肺部 病逝享年五十七岁 前总统马英九 一身黑西装 现身悼念台中的议员 还有立委许淑华 也亲自来送别 宽恒跟所有的兄弟姐妹 在这边代表大修 用守护的规定 四哥 一共表面 盐清山病逝 身为哥哥的盐清彪 会场上不停示泪 侄子盐宽恒也忍不住哽咽 盐清山没有当过明代 一直以来都在盐宽恒 跟盐利敏的服务处帮忙 盐家总动员找来百万超炮 组成送行车队 要为至亲盐清山风光送行 这科几个SNG小组台中报道